大家好 欢迎回到跟我一起来谈钱 最近有个网友写信说 倩姐啊 我最近想换工作 频繁的面试 可是几次下来 要么就是自己也知道发挥的不好 要么就是感觉还不错 但就拿不到offer 心情挺失落的怎么办 所以今天咱们借着闲聊 就聊聊这个话题 我先跟你分享一次我自己失败的经历 然后再聊聊感想和建议吧 我面试失败的经历有很多 这一次呢是比较记忆犹新的 大概在我工作三四年之后的一段时间 曾经很不开心 所以就像你现在这样偷偷的找工作 频繁的面试 有一天我一个朋友的公司 他所在的公司正好招人 而且就是他同部门的 他就给我内推了 就是refer 因为有我朋友这个内线 我比往次都能了解的更多 就是我从来没有像那次面试之前那样 可以了解那么多跟公司和职位相关的信息 包括这个职位的薪资水平 这个部门的组成 同事的背景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职位本身的工作强度等等等等 都是我的理想状态 可以说我非常满意 Dream Job 对这个工作就很期待 而且呢 因为有了这些信息之后 我就准备的非常充分 我朋友甚至都告诉我 他们这个部门的几个人都爱问什么问题 有一个因为在备考CFA 所以他就特别喜欢问跟CFA有关的技术性的问题 我那段时间就刚好和他在考一个level的CFA 所以我把他爱问的问题 就是我朋友告诉我的 和我觉得他看到我也在备考CFA之后 有可能问的问题 这些延展性的话题都准备的特别透彻 包括可以一起吐槽哪些 就是边工作边学习的笑话之类的 我都有准备 然后就信心满满的去了 面试那天呢 因为我做到了知己知彼 所以就感觉特别好 当时是6个人面我一个 包括我朋友啊 当然他当时也比较Junior 属于旁听的状态 我就觉得从服装打扮 仪态仪表到回答问题 都是自信而且有料 技术性的问题 我当然因为准备了 就回答的非常正确又严谨 我都能从他们的眼神当中看到 他们是挺impressed 性格方面的问题呢 我也回答特别轻松幽默 不管是自捧还是自黑 我觉得度拿捏的都挺好的 总而言之就是各方面都满意 可是这次面试 我竟然都没有拿到二面 你也看我举这个失败的经验 你也知道肯定最后是失败了 没有拿到二面 我朋友打电话通知我的时候 我特别吃惊 因为我也面试过很多次了 一般感觉还是很准的 这次感觉那么好 竟然都没进二面 我非常没想到 失望的程度可想而知 结果我朋友就跟我说 面试之后呢 他去跟同事一起去听他们讨论了 也让他特别没想到的是 他们那几个比较senior的同事 一致都觉得我很出色 但是就觉得我太聪明了 太上进了 又在积极的备考CFA 肯定是以后心比天高的那种 他们觉得我在这个职位待不长 所以留不住我 而他们之所以现在有这样一个职位空缺 就是因为前一个人也是那种特别年轻 有冲劲 聪明 所以干了不到一年就走了 工作上留下这种gap 让组里的人很头疼 所以他们面了我之后 就意识到不要找我这样的 就至少是不要像我表现出来那样 其实 其实我特别怨 因为我既不聪明 也比较木讷 其实是属于 属于面朝黄土 背朝天干活的那种老实人 但他们宁愿找一个 就看上去没那么上进 问题答错几个也没关系 短期只要不会走的那种candidate 那种候选人 妈呀 我听了之后 简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因为其实他们那个职位 不管是从薪资还是工作时长 都比我当时的职位好太多了 所以我那时候不开心 我特别想去这个职位 我看他们都是仰视的 当时我记得我挣得都不到10万 那个工资的底薪就有14万 还有奖金 而且我当时天天996 有时候007 他们是每天6点下班 而且周末还不加班 这还是在少了一个人手的情况下 我朋友跟我说我们组最近特别忙 因为少了一个人 我一问他他6点以后都没加过班 年假还比我们多一周 如果我真的去那上班的话 我一定会特别珍惜的 更何况我当时还有绿卡的问题 就一旦开始搬绿卡了 没有重大的问题 我是想走也走不了的 而且最让我郁闷的是 我如果没有准备的那么充分 这个职位可能就是我的了 因为我真的就是他们想要的那种 就是说能力不一定有多强 但是特别loyal 特别忠心的那种 所以后来挺长一段时间 我对这个事都挺耿耿于怀 通过这件事情呢 我和我朋友都learned a lesson 就是很多时候你真的不知道 对方为什么拒绝你 你觉得你配不上他 努力变得更好 他还觉得配不上你 不敢接受你 我怎么忽然觉得这个话 用于找工作找房子找男朋友都适用 其实我找房子也碰到过类似的事 我曾经特别喜欢一个房子 生怕出价给低了 或者是人家有全现金的offer 卖家看不上我这种需要贷款的 最后想来想去 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买 几个月之后发现那个房子的成交价 竟然比我当时的心理价位还低 这种事情也出现过 所以回到你的问题 你自己也说 有的时候感觉没发挥好 有的时候感觉不错 但还是没有拿到offer 我这次经历如果不是因为有我朋友 事后告诉我他当一个内线参与了讨论 我是怎么也想不到他们是因为这个拒绝我 所以你也是 你要认真的分析自己是不是对公司不够了解 对职位不够了解 面试的时候问题回答的不够流畅 努力去提高面试的技巧 但是如果失败了 也不要过于纠结 因为确实有的时候不是你能预料到或者掌控的 这种事情在生活当中多了去了 为下一个机会做好准备就好 不要过多的流连 不用再想 好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 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喜欢的朋友 希望你能给我点个赞 咱们下期再见